又是4月25日的時間 特首選舉 5月8日將會展開 我先說 是特首選舉 之前很多時候 有一件事都很想說 特別是香港01 因為很多蝙蝠 說特首選舉 但是在大概 應該是4月頭 4月頭左右的時間 那麼 這個林鄭月娥 她就說不參選 然後李家超就宣佈參選 大概後幾天 應該是4月10 4月10之前 香港01仍然很多時候 還在用特首選戰 去作為這個 hashtag 或者這個大標題 我個人呢 我就覺得 你做媒體 你做傳媒 其實雖然 我們大家都要盡量去 去中立 或者愚實地去反映 但是正正就是 因為愚實地反映的時候 其實你都知道什麼事了 你怎麼可以還說特首選戰 選戰 好激烈 打仗 槍林大雨 煙火四起 是嗎 是嗎 你看到 我看不到 就是 喂大哥 你不要 你塑造那個形象 你都塑造到 很不真實 好嗎 用回選舉 選舉 真的比較客觀 選戰 戰在哪裡 射戰就戰 那麼 有些人 坊間開始談論到 李家超先生上任 成為特首之後 那就是 這個整體 官員的架構 可能會有一個大的變動 我自己的看法 我認為也是 OK 你從幾個層面上去看 我本人 我很喜歡 將一些事情 簡化了 他來看 你看得太複雜 是沒有意思的 你如果一件事 你惹惹 例如 英女王 誰 誰 你又說他是 適應人 然後 將他 想到 太過完全複雜 有些說 習近平 都是適應人 這樣 不是 沒有可能的 但是 問題是 我們怎麼會知道 我本人 現在 三十多歲 我回家到八十歲 我都找不到 究竟 英女王 是不是適應人 與其是這樣 那我不如 純粹去相信一些 我眼前看到的事情 是不是 所以用一些很簡單的角度 去看每一件事 我認為 是 會令 自己 本人 是 舒服 也是 清晰 因為世界上 更複雜的事情 實在太何其多了 如果 你純粹每一件事 你都用很複雜 的角度 或者抱著一個態度 就是 你不知道 是不是 這樣的角度 你一定會贏 你一定會贏 但是 問題是 事情是不是真的 是這樣 是不是 第一 我們從一個政治辦公室的角度來看 你上一屆 政府 又或者 在你角度這樣看 現在是李家超 大家都知道 他是拉夫上陣 是不是 去接替了林鄭那個位置 OK 你擺在一個辦公室的角度來看 你是李家超 你上一手 做了很多事 出事了 老闆不喜歡 換了他 擺你上來 面對著一個什麼情況 老闆當然希望想你撥亂反正 做好些 收拾好些東西 是不是 那 那 而這個也是 你上這個位置 的一個目的 和一個使命 如果不是 如果老闆 是明知你 做不到 或者你沒有機會做得到 他也不會安排你 是不是 他找別人 難道前世險給你嗎 那 那作為你是李家超本人 假設 你會怎麼做 你當然會證明自己有能力 是吧 那證明自己有能力的時候 一定是 需要在結果上面做得好 但是大家都會知道 結果 往往都是漫長的 是吧 任期有五年 除非你做兩年就拜拜 是吧 任期有五年的時候 就是要五年後 開觀定論 才可以有一個結果 出來 但是五年時間 實在太長了 中間可以有很多事情發生 例如就好像台灣蔡英文 那樣 是吧 2019年頭 之前 都還被人插到上宇宙 2019年中 反中中事件 是吧 幾個舉動而已 那些選票回來了 所以 作為李家超先生 都同樣面對一個這樣的問題 五年了 大哥 很難搞的 所以他一定會在一些動作上 就有一些反應 要告訴別人 或者告訴他老闆 我和林鄭 是有不同的 是不是 所以 如果你說一個大人手上的變革 我認為絕對有機會 之前的一些政府 之前的一些不同的特首 其實你看到他在三思上面的處理 他基本上都有一個大家身 是吧 三個 可能留一個 是吧 有兩個換走了 這個就是那件事的事情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班 但是 在現在這個情況 我認為李家超 更加有機會是 一個大的改革 OK 因為 上一屆 月娥這個政府 真的被人插到上天花板 所以他怎麼可能 是不做事呢 做事 一些政策 一些政績是其次 先換官員 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影響 因為一換人 即時便可以平民分 比所有任何的政績 都更加建為有效 你是李家超 你都立即做吧 是吧 什麼可能不是這樣 第二 要換了 怎麼換法呢 換些什麼人 好了 大家都知道李家超先生 警察出身 早這麼久了 大家都會定他為 是一個武官 武官上場 怎樣去治理香港 以及怎樣去運用他的班底 大家都各有不同的意見 或者各有不同的立場 甚至乎各有不同的驚恐 有些人認為 嘩 慘了 如今武官治港 整個香港都是一個高壓式的統治 這件事究竟是不是 大家都未知 而且亦都這樣說 何謂高壓 何謂一個武官統治 現在這一刻不能夠去預視到 我假設同樣都是武官 全部警察做官 但是每個人都很友善 有什麼情況呢 看人而已 不可以只是看那個情況 OK 那 但是政務司司長這個位 政務司司長近來 是說 譚志源 在吹這個風 譚志源先生 很有機會 作為政務司司長 看回幾件事 似乎都有些機 第一 因為他是這個 梁振英先生 當時那個政府的內地 及政制事務局局長 那 想必跟梁振英先生 都有一些 效力過他 是不是 那 同時 當時 和這個 律政司和林鄭 並稱為政改三名組 這樣 那 這是第一 第二 五十七歲 排隊輪到他 是不是 那 第三 就是 是 譚志源先生 其實說話 你不要看他的樣子 好像 就是 平平實實 那樣 但是呢 其實他說話 都有一些骨 OK 那 俗語又說 就是 近諸者赤 近物者赤 那 那 李家超先生 都是 說話 就是有 別樹一格的 那會不會是 就是 譚志源先生 正正就是他杯茶 那 有些機會 老實說 那 這個 政務司司長的位置 我覺得是一件 挺有趣的事 將會是 那 第四 譚志源先生 其實 都圍觀 是一段時間 他也是一個文官出身 如果在現在這個情況 大家都這麼害怕 沒有官 會治港之後 發生很多連串 不想見到的事情 會不會 亦都在各方的考量之下 找回一個的文官 去坐陣 一個的高的位置 那 既可以 都算叫做 穩定回一些的士氣 穩定回一些的士氣之餘 那 還可以就是 是 叫做 有些 的 畫面 給一些的外商外企 可以看到 是吧 找到一個 好的樂台街 大家都 是吧 這樣 那 所以 我認為 譚志源先生 是真的有機 你說 繼任人 繼任人 一個 硬朗 又或者是一個 沒有官出身的人 都有可能 因為 這個是 絕對 符合 中國 這幾千年 王位 傳承 的一個 做法 是吧 任何一個皇帝 基本上 他都希望他的太子 王世子 是一個打過仗的人 是吧 扔他出去 打完仗之後 再放回他 在京城 又或者 長期持續 放他去打仗 之後 真是臨瓜老鎮 那一刻 就找他回來 是吧 如果你的王世子 或者你的太子 從來都沒有打過仗 你就會害怕 還沒見過世面 還沒見過風浪 是吧 突然之間 有人起義 這樣 就麻煩 是吧 所以呢 我認為 下個的接任人 基本上 都一定是一個 類似紀律部隊的 一個出身的人 就是這個 特首選舉 可以預見到的一個狀況